三英大橋是目前往返三峽 英哥唯一橋梁 由于已是30年老旧橋梁 汽機車未能分道 机车钻型显向还生 且橋梁弯度过大 容易造成行车视线障碍 因此近几年地方上改建橋梁的声浪不断 立委吴奇明苏桥会积极推动三英大橋改建 工程即将在6月发包 8月开始动工 日前邀及新北市政府新工处 及新北市议员陈世荣彭成龙 一同监督地方建设 地方大家共同的期待 这个橋要早日的改建 所以这次我当了立法委员 我到内政部营建署 我还要求署长 我们的设计规划 105年1700多万 到现在2000多万多下来都规划 未来我们还纳入我们的生活圈里面 百分之七十几的经费 都来自我们的行政院 所以在这边我跟思桥会委员 我们两个都要来承担对市民的承诺 桥梁改建工程将采边拆边盖 所谓半半施工的方式 在不影响桥梁的使用情况下 分四阶段进行 最后设计规划为双向六线道 加环和引道的大型桥梁 而第一阶段工程 为期18个月 将扩建桥面增设机车道 也因8月三阴二桥即将新建完成 地方交通拥塞的冲击也预期可以降到最低 第一阶段不会影响到主桥的桥梁主体结构 所以我们会在这两边做施工架的方式来施工 尽量减少影响现地的交通 三阴大桥改建四期总经费高达24亿 中央将补助七成 但由于是半半施工法 完整引道与双向六线道的工程 工期将长达五年四个月 委员也将持续监督工程 目前的半半施工的改建方式 听起来是最可行的方式 所以虽然它会有一点交通上的困难 不过我想市府单位 应该要尽全力来协助居民度过这个期间 那听起来其实现在的工期相当长 我也不太满意 我也会继续监督市政府提出更好的方案 让我们能够早点有好的交通 第一期工程紧拓宽机车道 地方里长也指出 可以增加机车行驶安全 但不能疏解银哥交通 如果是一般机车 经过这个山鹰桥是比较有安全性 可是对银哥的交通来讲 帮助不大 因为你最主要那个 我们桥下靠近银哥环乐路 那个车子上不来 也没有分 就是没有那个我们做那个 如果你知道原先规划来做的话 我们有引到 有引到可以上来可以下去 这样子银哥市区里面 比较不会塞车是这样 由于三峡地区人口急速发展 银哥地区观光也急需交通作为后盾 喊了多年的三鹰大桥改建 忠于油浦 居民虽然不满意 但也希望政府重视地方交通建设 输卫天空新闻三峡报导